The Time 什么电视台 The Time 什么电视台 The Time 是 11 世纪的伟大学者 帕当巴桑杰的心灵证言 由顶果亲者法王家以论事 帕当巴停留在西藏 和尼泊尔边境的汀瑞地区 很长一段时间 拥有无数个弟子 有一天 一个亲近弟子 在久违之后 抵达汀瑞 看到上师如此年迈 而感到非常悲伤 于是他问 圣者 当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毫无疑问的 你将从一个净土 到另一个净土 但我们将会如何 我们能够信任谁 面对热泪淫荒的弟子 帕当巴教导了修行百诵 修行百诵 意义深傲 又简明易懂 诚称之订队 诚挤认真的修行者将发现 这些祭送中的所有教导 都是正统佛法修持 不可或缺的精髓 在森林内部 猴子可能快乐 安室地活着 听闻的人们 但森林外围的火焰 正在逼近 在森林深处的中心 猴子惬意地 在树枝之间 跳跃细细 享受美味的果实 他们不知道 自己被火焰包围 很快就会被活生生地烧死 同样的 娇者 权者 富者 自得其乐 仿佛不知道死亡 将突袭而来 置他们于死地 思量在死亡的刹那 什么是真正有价值 有意义的 并遵循证悟之道 这是你善用人生的 唯一聪明的方式 生老病死 是一条没有桥梁 或浅滩的河流 听闻的人们啊 把船准备好了吗 生 老 病 死 是人类的四大痛苦 出生 是生命的门槛 也是痛苦的门槛 很快的 老麦将改变我们的健康状况 使感官衰退 牙齿脱落 头发灰白 失去记忆力 将使我们脾气坏 难以相处 而且 没有人想要听性情乖利的老人说话 焦虑 绝不会停止折磨我们 我们的财物会出什么状况 我们担忧 我们的子女 将如何的弃这些财物于不顾 疾病 也将带来苦恼折磨的重担 我们因苦处而憔悴瘫痪 最后必须面对死亡的几度痛苦 这四大苦 形成一条狂暴河流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越过 我们现在就准备一条 可以带我们度质核之彼岸的船只 不是比较好吗 在生死与中阴的狭道上 盗匪 五毒 等着突袭你 听闻的人们 把上师当作你的护卫 通过一个盗匪出没的地区 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可怕经验 同样的 在修行道上行走时 也必须经过难行而危险的狭道 任何一个展开兼具的政务 旅程的人都必须预期自己可能会遭遇一些难以克服的巨大障碍 尤其是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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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种障碍 你或许 你或许能够避开瘫的袭击 但是你会发现 称已在下一个十字路口 伺机而动 准备要制服你 即使你逃离称的等待 你也会轻易的就落入慢和疑的魔爪之中 这五种有毒的情绪 是冷酷无情的盗匪 总会摧毁我们达成目标 自轮回中解脱的任何机会 不会犹豫片刻 在这种情况下 你需要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护卫 来带领你通过重重危险 那个护卫就是你的上师 唯有他的指引 你才会安然无恙地抵达目的地 由于其中有太多的风险 因此 你要先选择一位真正具得的上师 来作为开始 一旦你对上师建立了信心 你就必须遵从他的建议 最后 你应该学习 如何把上师的建议 不诸实行 如果你能够正确地进行这三个阶段 你将进步省速 没有障碍 由于上师的慈悲和智慧 佛把的全貌 可以在你面前传展 如同在市场上拍卖的昂贵食品 措施这个机会 不是愚蠢吗 如果你信任一位真正的上师 当你年迈的时候 就有一个可以运用的修行法门 当你生病的时候 就有另一个修行法门 当你面临死亡门槛的时候 还有另一个修行法门 你将准备就绪 怀着坚定的信心 面对生与死 上师是永远可靠的皈依对象 听闻的人们 实时观想 上师在你的头顶之上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慈悲的上师 永远不会背弃你 如果你信任他 他将带领我们直至正午 你的信心越坚定强烈 你的修行将越快速的开展 如果你真的能够把上师 视为佛陀现前 你在修行道上的进展 将非常迅速 你应该如何医指一位上师 用你的身、语、意来供养上师 比物质的供养更重要 然而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非常努力地 把上师授予的法教 不诸实修 来回报他的仁慈 你如何开始走上修行的道路 首先 你必须从上师那里 领受法教 接着 确定你了解法教的意义 最后 把法教融合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你应该如何把上师的教导 付诸实修 你应该像一头饥饿的牦牛 当他吃着一处青草的时候 眼睛已盯着另一处青草 你应该充满喜悦 热切地修行 绝不落入懒散 或漠不关心 尤其绝对不要认为 这样已经够了 人们在做了几千个大礼拜 念了几万遍咒语之后 开始感到骄傲 同时 又毫不犹豫地杀害昆虫 纵容它们所有的妄念 不在乎自己犯下的恶行 即使这些恶行相当大 相当多 这是一个大错误 这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上师的指引 正如一个婴儿 需要父母的保护 试着把你所有的经验和觉受 融入对上师的前进心之中 如果你能够领会这个修行的要点 将不会有障碍 如果你的境遇 顺遂愉悦 那么把你的安乐 视为上师的加持 不要执着于它 视它为一场迷梦 一个幻想 如果你遭受困难和痛苦 也把它视为上师的加持 如果你生病了 那么观想 上师位于病痛发生之处 要认清 这个病痛提供你一个机会 去亲近你在过去所造之恶业和无名 痛苦的根源 把许多其他如你这般受苦的众生 放在心中 并祈愿你的痛苦 承纳了他们的痛苦 愿他们从一切痛苦中解脱 如此一来 疾病便能教导我们慈悲 如果上师是你的医护 你将到达任何你想要到达之处 听闻的人们 对上师升起前进心 作为踏上道徒的盘缠 上师如同地面 从不离开我们屡踏的双足 上师带领我们通往政务 从不令我们失望 受了大气的衬托 飞机可以迅速的 把我们带到步行 无法弃及之处 藉由虔诚心的支持 上师的加持 能够很快的带我们走向政务 法这个字的其中一个意义是 承托物 它支持 引导那些怀抱信心 一心向靶之人 一个被水是湍急的河流 冲走的人 可以被一只强健结实的手 拖拉上岸 同样的 只要我们向上师出示信心之环 那么上师的钩子 便能够把我们从生死轮回中拖出 从生文称 上至大圆满 无论是在佛法的哪一个阶段 没有一个弟子 能够在缺乏真正上师的引导下修持 仰赖一个具得的上师 是在修行道上有所进展 避开所有潜在障碍 与误入歧途的最佳方式 因此 虔诚心 是我们踏上政务旅程 必须支付的费用 为了达到目的地 这是我们必须自行提供的盘缠 那些富裕之人 也会吝啬贪婪 听闻的人们 慷慨的诗语 不要有所分别 俗话说 越富者 越吝啬贪婪 这句话常常是真的 贪欲让你不快乐 它使你投身成为恶鬼 与其积聚无用的